欢迎来到小王逛赤TV 今天啊 远拉提出啊 这个就感觉是不一样了 这就对了 好久没有第三人称来拍我了 一看就是陈老师回来了 对吧 我们逛赤TV大家又见面了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陈老师回来了 我们的赵王爷回来了 赵王爷 所以新房子里我们今天打算开火了 正式开火 正好趁着我萧山有几个朋友来 他们一家子来 我们就邀请陈老师给我们来做一餐 可以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麦克龙超市里逛一逛 然后因为今天陈老师早上才下的飞机 对 所以回家去洗了个澡 换了个衣服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做一餐 然后正好呢 也给逛吃的朋友们参观一下我的新房子 对吧 因为在世界TV里面 我已经拍过好几次了 那么逛吃的频道的朋友第一次看到 对 陈老师呢也第一次看到 我们整个家里全部布置完成 就是弄好的样子 对 所以的话今天就打算先从厨房开始 对 好 先去买菜 好 走 进入了麦克龙 对 那我们吃什么呢 今天 就是陈老师最后作为主角了 对吧 这我就起不了作用 我要吃猪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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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 我就想吃猪脚 其他你说了算 这么想吃你自己的脚 那你这是在 你这是在影战 你觉得 你觉得 你会是我对手吗 我觉得可以较量一下 现在 大家可以看一看 陈老师那边的脸 眼睛还黑的 还是轻的 哇 你涂了眼线了 我看到他 我跟大家所有人的发问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人在我的 那个下面在评论问我陈老师怎么回事 我说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了 我也从台湾回来以后没见过他 我说我哪知道呀 后来我见了他了 我问他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他说就是回到南京和一帮朋友们一起 好久不见了 大家很热闹就喝酒 然后喝着喝着喝着 然后 他说没喝多 然后他脚下一滑 居然脑袋就磕在自己的桌子椅子上 桌子脚上 然后我那个肖三的朋友还问他呢 啊 那什么东西滑 陈老师说地上呀 地上有很多的酒 酒就很滑 然后站起来进个酒 我们一不小心 啪啦啪摔了 一脚眼睛就创在桌脚上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 你有没有要饭店陪 陈老师说 酒也是自己傻的 人也是自己摔的 这他说呢 怎么赔 所以 谜底揭开 是吧 他就是贪杯了 贪杯了 所以把自己的眼睛创成这个样子 就这样 再来 再来一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鱼 三文鱼 这是三文鱼吗 这是三文鱼 你认识的 三文鱼 这是三文鱼啊 那个黑北鱼 跟这个不一样的是吧 黑北鱼吗 是金枪了 是金枪 好吧 金枪了 反正都能生着吃了 反正 对 要不要弄点 那个大头虾 虾 买点大头虾 对对 我这个朋友他说 他想吃大头虾 我们去弄大头的那种 就是弄大头 大头的 大头虾 搞一点 大头虾 就这个头大 这个头真的是跟你一样大 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啊 里面的好不好 不太好 这里都是 都冰鲜 那这里的也是 这里的也是 这里也是大头虾 这边还好一点 那么就拿几个吧 选几个吧 选几个选 它两边不一样的 你从那边往这边拿 对 对 这个小会小 但是质量 质量好 好 就是它了 你们想吃什么 我们拿了两盒蟹棒 拿两盒蟹棒 好 好 可以 这边们拿大虾 哇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好 还有什么 嘟嘟你说 你还有什么要吃的 反正我已经说过 我要吃猪脚 三百多泰鲜 一公斤 这个正好一公斤 下面有水啊 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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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也喝掉好了 喝掉就不吃亏了 好 再弄个啥 这个叫花枝 你说这个叫什么 扣臭 这不是扣臭 这是什么 这个叫油 鱿鱼 我还知道 这种 透抽花枝 什么 看哪一个 小卷 大卷 这个叫大卷 那这个呢 这个叫 咪咪卷 这叫鱿鱼头 应该这种好吃 是吧 单单说这种好吃 就是这种好吃 我老婆说的都对 我老婆说的都对 就是它 炒鲜蛋黄 炒鲜蛋黄 我们家还有鲜蛋黄呢 这可以 可以 就这样 这个是275 打折变274 便宜了一株 相当于50多块钱人民币 一公斤 270多一公斤 这个鲍鱼是多少钱了 我不知道 1公斤 1500 你不可能 不可能 1500 这个多少钱了 7130 7130 713 713 7139 713 这里没的 713没有的 没有得的 鲍鱼炖猪脚 这个可以 13后我们就要买点猪脚了 猪脚猪脚 猪脚我喜欢 猪脚谁不喜欢啊 这个是 这个是 哎呀 这里只有鸡肉了嘛 猪脚在哪里 啊 不会没有猪脚吧 哦 陈老师在哪里 猪脚就在哪里 只要看到陈老师 就看到猪脚了 在这里 就是他 这个他应该是能切的 你应该可以 要他们帮你切一下 拿到里面去切一下 这个是多少钱 82 一公斤 8块2毛钱一斤 跟中国比呢 猪猪蹄泡 要便宜很多啊 中国多少钱 多少钱 16块钱一公斤啊 8块钱一斤啊 怎么都不吃 那边呢 我估计四五十块 要四五十块人民币啊 要的要的要的 不可能 光猪脚要的要的 哇 真的是带骨头还那么贵 那不行啊 我这个 叫他们切 里面里面里面 好 可以 两个够了吧 一餐吃完嘛 一餐吃完它 好 对 一个不够了 一个其实也够了 其实一个也够了 我们就一餐吃完就好了 这个一个一过 就是三 那后面还有肉呢 后面还有这么多 怎么会不要 肯定要啊 切啊 只要上面的猪脚 那不行的 他要卖就一起卖的呀 我上次完了 让他切后 你试试 你的后面的这个不好吃 就就就全部 把全部一起 切两个就切两个 冰箱里冰着好了 两个贵了 两个就够了 两个多了 对 那就一个就够了 只要穿就够了 就一个就够了 他们这里服务很好的 你这个主角 他会帮你去切的 直接到里面 拿一个电动的机器 呱呱呱呱呱 就帮你全部切成小块 全部去切好了 这里 哇 那个里面 那三老师 你拿进去 我走不进来了 嗯 切这个可过硬了 切这个可过硬了 他就在那个刀上面刮刮刮 他就已经切好了 啊 呃 可以搅 可以搅 哎 我就跟他讲嘛 要小一点嘛 海产品也有了 啊猪肉也有了 蔬菜又是什么呀 然后就弄你 萝卜 这是萝卜吗 对 我喜欢吃 萝卜 萝卜 对对对对 萝卜我爱吃 萝卜我可爱吃的 就是他的 萝卜可以 萝卜可以 我卜可以 好 又拿了个青菜 然后再拿几个菇是吧 这个可能要撑了吧 这个反正一撑 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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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什么萝卜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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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路很清晰 哦文路很清晰 哈哈哈哈 是很清晰 那这种就糊里糊涂 这个还是蛮清晰的 就他了 就他吧就他吧 有点 我爱刮猎枣 哈哈哈哈 好 就是他 对 我爱刮猎枣 这是是的吧 这典型的 我爱刮猎枣 真的 有点小啊 反正一餐吃掉 可以的 嗯 没有 切个火牌 嗯 第一圈 然后叼花 叼个龙 哈哈哈哈 左边一个什么什么龙啊 耳朵龙 哈哈哈哈哈哈 红柚子和粉红柚子 红柚子粉红柚子吗 两个个拿一个好了 个哪一个 我是要个哪一个 点名点叫点名 哈哈哈哈 两个都要都要 啊 那就再买两个番茄 牛牛要吃番茄炒蛋 说什么 好 全部买好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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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去我们就打算 大开世界 对吧 我以为你要说 我们到家 就往哪里躺 哈哈哈哈 熟悉玩起来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是必然的 烟冒起来 对啊 哦 陈老师来了以后 那我们的厨房之神就到了 哇 那个躺的时间就更长了 对就更爽了 是 然后关键是躺着起来以后 立刻就能吃了 这都带劲了 是 回去我要去游个泳 洗个澡 锻炼一下 让自己饿一点 哎 自己饿一点 然后晚上好好的吃一个 是吧 熟光之TV 哈喽大家好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熟悉的家 然后这个猪手 已经炖上了 猪手已经炖上了 然后这个虾我也处理完了 虾我也处理完了 然后 给大家展示一个绝活 展示一个绝活 这个叫虾 对 乖 听话 来 扬州不有文丝豆腐吗 不是说他的刀工很好吗 来看看我的刀工怎么样 太野爆了 来看看这个 出事怎么样 不比他差 不比他差 好了 等小安哥去接女朋友 小安哥回来之后 带着我们逛吃的频道的朋友们 观众们 然后一起去参观一下他的家菜 我就先做着 跟他回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拌成品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桌吃饭了 好 我们的菜全部备好了 这个是猪脚烧鲍鱼 这个是这个红烧大虾 然后轻炒这个萝卷 然后这个叫叫酱烧鱼卷 爆炒鱼卷 然后青菜炒蘑菇 然后番茄炒鸡蛋 可以 陈老师在这里做饭 我也把妞妞已经接回来了 带着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家 什么密码箱在哪里 什么钱放在哪里 就告诉大家 我也想知道 哪里有密码箱哪里有钱 我比谁都更想知道 我帮你这个门关上 本来今天想给大家 一个惊喜的 本来今天想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因为我们小杰同学 在台湾求来的那个女朋友 本来我以为她会带到我们家里来 没想到已经回上海了 昨天回的上海是吧 昨天回的上海 我们前两天我在那个商场里面碰到她 我见了一面了 我见过一次 可漂亮可漂亮了 完了你们都看不到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你们都看不到 下次有机会 她说下个月再来 下个月来的时候 我再带给你们看 可惜了可惜了 陈老师也没见过 陈老师都没见过 都没见过 就我见了 都见了都见到了 然后单单也见到了 对吧 这样子 给你们看看我的家 那棵树 那棵树漂亮吧 这棵树很漂亮吧 然后泳池是吧 你要世界TV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我好多视频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在逛吃的朋友应该还没有仔细的看过 这个就是我们隔壁邻居造的比我们早住进来的比我们晚 晚也没晚几天 差不多时间一起搬进来的是 这边是我的娱乐室 我给你们看一下娱乐室 我从这边绕过来 这个是牛牛童子军装 我把这个门拐一下 过后我们猫要逃掉了 这是我的娱乐室 非常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房间 我是这里玩游戏的 那个是PS5 沙发上 沙发都是从佛山运过来的 这边是我的工作台 一般来说就做做片子什么的 这个沙发就是我坐着看书的 然后单单一般来说喜欢坐那张灯子 然后我和它面对面坐 就好像我们办公室练琴一样 感觉搞得是 这边各种酒 金门烧 金门高粮 金门高粮酒 这个是东崇夏朝上 那个朋友送我的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反正知道了 不死大 然后这个是个茅台 也是上次萧山连那个朋友送我的 这个是上次那个说唱歌手光光送给我的 然后这里几瓶我都记不清了 是哪里来的 我真记不清了 反正也是 大部分都朋友送的吧 这个你看 一看就是台湾的是吧 荔枝蜂蜜酒 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个里的 不记得了 是上次高雄的那个 那个老板娘送我的吧 可能是 对高雄的那个酒厂的老板娘送我的 这个是巨书送我的 这个这个是巨书送给我的酒 这个好像是我爸给我的 好像 我也忘了 那个 哦 这个是高雄的老板娘送我的 哎呀 我搞不清了 我已经记不清了 反正反正肯定是送过我一瓶酒 然后这个是逛吃tv十万粉丝的 排派 对吧 这个是萧恩的世界十万粉丝的排派 这个是今日头条百万粉丝的排派 啊 这里还有一个金门高粱酒 这里是老粉丝都知道了 对吧 Danny送我的一瓶酒 Danny送给我的这个 这里还有杯子 这里也还有杯子 啊 这个脸展开 哎 是一个武士 挺不错啊 这个是 我和牛牛小时候 啊 我们 那个时候给牛牛我在拍照 那个时候还拿相机拍 这个是吴俊伟 吴俊伟的签名球 怎么样 这个是牛牛小时候 啊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开客栈的时候的电经理 和牛牛刚刚幼儿园毕业的照片 这个是后来他在那个巴蒂亚还是在 啊 是怕他也在巴蒂亚玩那个降落伞 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是个感谢状 啊 感谢状 这就不管了 不错啊 好 那今天这个就算是进屋酒了 对吧 包括我们 发小也来了 也来吃了 对吧 也来吃进屋酒 啊 清迈其实朋友 经常走动的朋友也就这些 呃 一个 呃 陈老师 小杰 巨叔 基本上也就这些 但是巨叔他自己忙自己的 像个咸云野鹤一样 下次有机会要把他单独叫过来喝酒 是吧 啊 所以今天我们 对跟他们也不认识 但跟陈老师见过 跟小杰不熟 都主要是不熟 是属于是另外一伙的 属于另外一伙的 反正那个那个 这个接下来下次的话 下次再教他们 呃 家里 今天反正桌也就这一点 是吧 我们就这样先来 这样先搞起来 这样主要是为了多吃两顿 啊 主要为了多吃两顿 今天我们最辛苦的就是陈老师 对吧 没事 流汗 流泪 不流血 不不流口水 流口水都掉在菜里了 不太卫生 是吧 流汗你是已经流了 流血你也流了 是吧 眼睛都创成这样了 是吧 口水没有流 口水没有流 好了好了 那我们就大家坐下来 吃饭了 是吧 这真的是团团圆圆的吃起来 对 给给来坐过来 小杰来坐坐坐 接下来今天 唯一可惜的就是我们小杰女朋友没有带来 是吧 大家都没有看到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可惜的就是陈老师什么什么什么 我也不说了 是吧 什么玩意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下来又要共同吃喝起来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